那这个腰股这么腰如何去抓呢 其实是有办法的 最主要的就是通过换手去看这只腰股 腰股的换手率要求一般都非常的高 大约是要处于20%到30%这样的一个换手率区间 但是呢这点提示一下大家 这个换手率并不是大家炒股软件里面板上看到的那个换手率 而是有一套独特的计算系统 这个计算系统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这个换手率的计算呢 一定要刨除那些流通性不高的流通股 比如说一只票票里一共有5亿股本 其中有3亿股本的流通股是握于公司高管 和各大公务基金以及各大基金手里的 于是这3亿股的流通股就不能算作流通股之内 要一定把它刨去 那于是呢这5亿的流通股里减去这3亿股就剩2亿股了 而在今天呢它的换手率大概是慢慢是1亿股左右 于是通过我们的计算方式呢 它的换手率是50% 而炒股软件里显示的面板换手率呢是20% 所以大家在计算看这个换手率的时候呢 一定要通过我们的方式去计算这个换手率 一般换手率在20%到30%之间呢 才是通过换手率去抓这个腰股的重要指标 那么通过高换手率去抓腰股呢 这背后的逻辑其实也非常简单 换手版呢是腰股的必经之路 如果一个股票在连续2到3个涨平板之后 换手率还起不来呢 这就基本上就可以认定 市场并不认同这只个股的上涨逻辑 而之前也说过 一个腰股不是一个主力拉升的结果 而是不同主力合力之后的结果 没有人接手自然不会有高的换手率 而没有高的换手率呢 基本上也不会有后续足够的上涨动力 而如果一个股票在2到3个涨停板之后就涨不上去了 那这样的股呢是不能被称之为腰股的 那么这个其实就特别像是我们之前玩过的一个游戏 就叫击鼓传花 在击鼓传花这个游戏过程中呢 如果这只股票在如此高的换手率之下还能继续涨停 其实就是表明市场接受它的上涨逻辑 所以各路庄家和游资才愿意在高位接手这只股票之后的上涨空间自然也就很充足 最后呢说一下如何才能把腰股收入囊中 那其实第一点呢很简单 就是提前潜伏 那提前潜伏呢也有规律 腰股一般存在于高景气行业里 尤其是在短期有政策面利好的方向上容易出现腰股 这个原因也非常的简单 因为必须要有故事 而且市场认同它上涨的逻辑 而正侧面的刺激就是上涨逻辑最好的支撑 所以在此种情况下出现腰股的概率会高一些 你没有潜伏进去腰股就已经出现而开始上涨 那怎么办呢 那第二个比较好的选择就是去打板 一定要在前期腰股开始出现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涨停板的时候就要打进去 不然的话后期是非常难以打进去的 这个原因呢也非常简单 大家看那个蓝色的箭头琐势 在腰股加速上涨阶段呢 量能都是非常小的 所以在量能非常小的时候 一般都是出现直接跳开涨停风板 所以买进去的可能性非常低 我愿者为天然可以那么多 我愿者是连出 我愿者是一会儿的